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,久坐之后起身困难,感觉膝关节难以屈伸,并且有僵硬感,生活中很多人都存在膝关节问题,还有的年纪轻轻就饱受膝伤困扰。 生活哪些动作容易引起膝关节的损伤?又有什么好的办法来保护膝盖呢? 本期视频,堂堂将帮大家找出生活中伤膝杀手。 专家告诉我们,膝关节就像一个轴承,承受着全身的重量,每走一步,膝关节屈伸活动的同时都在发生摩擦。 为了适应这个功能,膝关节表面有一层白色的软骨,它在滑液的作用下,摩擦系数很低,所以不容易造成损伤。 但是如果我们进行了一些负重很大的运动,反复磨损,软骨就会老化,从而引发疾病。 目前在65岁以上的老人中,80%以上都有关节炎,而关节炎最大的危害就是破坏软骨。 专家提醒,已经明确自己有膝关节炎的老人,在跳广长舞时,一定要做类似的直线运动,同时动作要舒缓,运动中尤其要避免频繁转身,节奏过快的动作,以免损伤膝关节。 因为关节不仅要承受人体的自重,还要负担不同姿势及运动带来的额外压强。 一、不同姿势下的膝关节受力值,针对不同的姿势,膝关节的受力也不一样。 例如,躺着是不受力的,站起来静止状态下,膝关节承受的是100%的自身体重。 而受力越大,膝关节软骨磨损越快。 以下几种情况尤其要注意。 一、上楼梯、上坡。 上楼梯时需要屈膝使力,所以膝关节的负荷会明显地增加,瞬间的硬力能够达到体重的300%。 二、下楼梯、下坡和跑步。 下楼梯和跑步时受力可达体重的四倍。 这是因为上楼梯时,臀大肌和骨四头肌共同使力,分散了一部分力量。 而下楼梯时主要靠骨四头肌来使力,所以膝关节相对会承受更多的力量。 三、剧烈的对抗性运动。 一些剧烈运动,比如打球时膝关节相当于承受了体重的六倍。 骨科大夫尤其不推荐患者做这类剧烈的对抗性运动,避免加速关节退化。 四、蹲和跪。 蹲和跪状态下,关节居然承受了800%的体重。 生活中做小马扎,其实就相当于下蹲的动作。 假设体重是150斤,以800%来计算,那么起身的那一瞬间膝盖承重可达1200斤。 建议,膝关节患者不要做反复蹲起运动,比如做小板凳或者蹲下剂携带。 二、关于膝关节的困惑。 专家来解答。 俗话说人老先老腿,一般从50岁以后开始出现膝关节退化,主要与遗传、年龄、体重、锻炼方式、外伤等因素有关。 有人问,是不是从来不动就不会出现问题呢? 前段时间国外做了一组运动量和膝盖受损的实验,分为三组。 从来不动,每天慢跑适量运动,经常做打篮球等剧烈对抗性运动。 过了一段时间进行比较,结果发现最好的是每天做适量运动的人,最不好的就是每天做剧烈运动的人。 对于一些肌肉力量比较弱的患者或者是老年人来说,坐下或起身时最好握住扶手,降低膝关节受力。 屈膝角度越大,膝关节受到的负荷也越大,所以起身时也建议先用手撑住,腿伸直后使力站起。 还有人问,我最近老是膝关节疼痛,听说骑自行车对膝盖不好。 现在不敢骑了,每天上下班都骑电动车,这样就没问题了吧。 一般来说,在比较平坦的路面上骑自行车,对膝关节的负荷不大,因此影响也是不太大的。 但如果是骑行登山,那确实比较费膝关节。 需要注意的是,受风受寒是骨关节炎患者发病的诱因。 冬季天气寒冷,膝关节炎患者骑电动车一定要做好防护,避免受风而导致病情加重。 还有人问,最近我妈总是膝盖疼,坐下就起不来,同事说是因为老人上年纪了就会缺盖,多补盖就行。 膝关节疼痛并不一定就是因为缺盖。 骨关节炎最根本的问题是软骨的损伤,而不是骨头的损伤。 补盖能够强壮骨质,但骨关节炎更多的是与体重、活动方式等因素相关。 所以补盖并不能很好地治疗骨关节炎。 三,简单三招,强健膝关节,缓解疼痛,长按两个护膝穴。 在中医方面有很多穴位按摩方式,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关节疼痛。 一凉秋穴,位置将腿用立身之后绷住,并骨外上缘上方两寸三指宽的凹陷处就是本穴。 作用,经常点按、揉压这个穴位,可以缓解膝关节扭伤、肿痛。 二,膝阳关,位置在膝外侧,当阳灵犬上三寸,骨骨外上缘上方的凹陷处就是本穴。 作用,每次按揉三至五分钟,每天二至三次,可以缓解膝关节扭伤、肿痛。 再教大家一套膝关节保健操,除了穴位以外,堂堂还带来了三个锻炼动作,不仅不会磨损病骨,而且还能增加股四头肌的力量。 股四头肌是大腿前方的肌肉群,对于膝关节伸展和稳定有重要作用。 一,勾脚抬腿,膝关节屈膝后,在小腿上放重一点的枕头,往上勾着脚,伸直,放松,每天做二十至三十个,四杠五组。 二,直腿抬高,腿成伸直状态,脚也是往上勾着,抬起,坚持四至五秒,慢慢放下。 三,后背靠墙半蹲,后背靠墙半蹲,注意膝关节不超过脚,五至十分钟后反复。 如果常规运动时,膝关节有疼痛感,可以在家做这类复健动作,相对更安全。 为什么年纪不大膝盖却毁了? 背后的原因不难发现,膝盖虽然弹不上是人体最灵活的关节, 但是在平时的生活中承担着重要角色,这一点相信大家都是认同的。 例如负责的舞蹈动作,蹲下起立,弹跳投篮等等。 如果膝盖关节毁了,两条腿就会僵硬,甚至连正常的走路都做不到。 首先,在骨骼发育的过程中,并非每一个人都是正常发展的,例如内巴和外巴,乃是先天所致。 小时候身体重量轻,对关节的负担小,所以整体影响不大。 可是随着长高,变胖,关节承受的重量增多了,即便就会变得严重。 而膝盖又联系着宽,怀两个部分,就像一列有着三节车厢的火车,随时会出现交通意外。 其次,盆骨前倾。 女性朋友对这个词应该不陌生,在十月怀胎中肚子越来越大,很多人都养成了挺富的习惯,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成习惯,再也无法改掉。 盆骨是人体中间结构,有稳定和支撑的作用,向下连接着骨骨和膝关节。 如果盆骨位置前倾,对膝盖也会产生压力,从而增加摩擦,使大腿前侧肌肉紧张。 再加上年轻人不重视关节保养,天天做着伤膝的事情还不自知,甚至出现损伤和感染都没有及时治疗,导致关节问题越来越严重。 那么,哪些伤膝的行为很多人天天在做呢? 久坐,相信很多人都中招了,久坐,顾名思义就是坐着的时间太长了,没有合理地站起来休息。 而且,在坐着的时候,还有人喜欢歪着,翘着腿,两条腿交叉摆放,等到妈了,酸了,才想到变换姿势,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膝盖渐渐变差了。 深蹲,下蹲的时候膝盖外内扣,为了锻炼自己的身材和肌肉。 很多年轻人乐于选择深蹲,可是练了一段时间后就会觉得腿疼,原因就在于姿势不正确。 比如说下蹲时,幅度过大,起身时用膝盖发力,膝盖向内收拢等等。 不管是运动还是生活习惯都要保持正确的姿势,不能怎么舒服怎么来,可能短时间内觉得这个动作很舒服,但是时间长了在看不到的地方,关节就被磨损了。 如果已经感觉关节疼痛了,应适当休息,喷上消肿止痛的药膏,有必要时拍片检查,不要错过细小的损伤。 身体不太好的中老年人,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科学锻炼,切不可盲目。 要职 变